10月31日星期四九个万步 中国不相信特朗普 贸易协议很怕很难达成 首先说说11月有两班投资班开了 包括了价值投资班和期指期权特训班 有兴趣的请到视频简介里的连结 或者在这个QR号里看资料 继续头三位有九折早了优位应该好像还有一位的位置 首先说回头条新闻 中美贸易会谈又有新进展 大概下周五点半的时候听到外电报道 然后彭博这新闻出来了 中国官员认为 跟特朗普达成贸易协议仍然有疑问 虽然市场认为第一阶段的协议快将签署 中方认为对总统先生的冲动 有时候有戒心 忧虑达成的协议可能稍后又会反悔 之前本来也预计了中美领导人 在智利APEX会议上 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就不能够达成了 昨天智利说是因为国内暴乱的情况 把原计划的APEX会议取消 变成中美又要找其他的计划做签署形式 如果还可以继续的话 刚才说的就开始有怀疑 大家也要考虑过去几次联储局会议之后 特朗普通常都会在贸易问题上有动作 我猜他通常因为不喜欢鲍威尔港不再减息 所以他喜欢做一些有动作的东西 就让他不是破裂 但是会有点声音 看看今晚的推特会不会有东西看得到 另外说了两个星期 就是说香港第三季的初步GDP 在今天收市之后就终于公布了 是-0.3% 是-3.2% 比市场预期好像减2.9%更低 根据上次第二季是-0.4%之后 就是说现在技术上 进入了经济衰退香港的情况 经济衰退 有些数字的倒下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中小企的信心 或者平手数字 跌了很多 访港人客等等全部都不太行 分析员认为持续对政府的示威 和破坏的行动 都会让本国经济的前景变得不明朗 反而在房屋销售的数字上 这里有转好的迹象 包括之前有关政府对首置的措施出现了 还有今天大银行宣布调低最优惠利率 我相信短期都会对楼市有些帮助 刚刚在搜集资料尝试做一个中长期香港房地产的预测 稍后再公布大家密切留意一下 先看看数字吧 今天上证和期指很明显地背次了 今天早上证跌穿了50天 橙销的平均线在2945 大家可以看到 之后经常在小时图的10ma 不停滑下去 好像很容易做的 趋势非常明显弱 反而期指今天很厉害 我看到他的那一刻上证 其实就是... 我经常看到期指一动就在单边去 你看看标期和昨晚三点时收市 不是相差很容易的 今天早上开市在267以下 直产上去27000 我想大概一个多小时 刚好就在我恒指标期的比率 刚好到27000就是平水的位置 下午没有消息之后 就慢慢淡静 耍入回吐就下到269 刚刚我提到的中国怀疑特朗普 是不是达成贸易协定消息 传出之后 夜期马上应声下跌了200点 现在大概在268左右 等下今晚美股开始 去庆祝这些什么呢? 苹果、免书昨晚业绩公布也不错 然后再订去向 我想今晚美股应该怎么也会有点 因为期货已经升了 但是现货指数还没涨 看看中期对恒指和期指的看法 之前大概有提过 20周平均线就是我们现在淺蓝色的这条线 大概在27000左右 其实这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中期指标 除了这个之外 我上面提过的50周的橙色那条 274 这两个270 如果是上升了过去的时候 什么大担忧都应该要变成中期 就是这样的情况 向下的情况应该会暂时停下 因为这里一边数下来的时候 怎样都这样上升 抽过了应该也不得了 还有你看看MACD 其实明显经过了大半年的向下之后 现在开始有一个可能买入的讯号 明晚非农业就要职位了 看看今晚的美股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可以拉回来 否则MACD变买可能下星期的时候 我们去到50周的274、275是非常关键 因为我会考虑是牛熊的分水嶺 到时候攻过了就会再涨 我希望在比率上再提到数字 不过始终回到... 我昨天有提过标期我觉得3045至50的区域 其实也是因为我大概数 每次破历史新高可能是20、30至50点 至今次上次2030 20差不多30 现在到了50 即是升了20几点的历史高位 其实已经符合了要求大家可以走货了 我仍然觉得昨晚公布了之后 就没有跌反升到曾经抽到3055 看看小时图 我仍然觉得3050这些位置 应该是这次减息之后的好消息 是个高位 当然最重要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 我们也要看一些东西转了一向 第一件事就是看什么呢? 看10天平均线 今天就在3017 跌穿了才说 现在不要说这么多 但是小时图已经... 你看看因为刚才的新股市就出现了之后 就跌了50mA 还是4小时这些形态都是一些可能向下 再看美股开市会怎么样 这些短期的走势开始转坏的时候 就看开市会有没有获利的情况出现 直到目前为止 减了息之后 并没有出现预期的股票指数向下 再看今晚的美股情况 会不会看看我们的大长沽的情况 要修正一下 因为如果以息结果 就像我们这样的预期 就是减了之后有个Hawkes 暂时不会再减的话 而指数没有向下 这是一个大疑问 刚才我们已经看了周线图 如果有这样向上的时候 这会有个隐忧 我们不可以固执了 虽然长是一定有时间去做的 但我们也要小心这个看法 明天如果看不到什么 我想在周末也希望再分析 另外有一个比较简单的 这两个比较简单 我看到10年债息 很漂亮 已经减息 一开始开会就已经掉头了 我看到它昨晚也是回的 但下跌得很快 原来昨晚公布完 公布的减4分1厘之后 基本上它已经在4小时的时段 已经跌穿了4小时50mA 跟上次比较早了大半天 现在跌穿了之后已经下来了 日线图已经跌穿了10天 大概今天已经是1.79开始地下跌 现在最后到1.74 橙色的50天平均线大概是1.68 跌穿了之后就应该要继续下跌 就有很多资金 譬如TLT那样的ETF 就应该会有很多投资者 涌入去买 究竟债息下跌是避险呢? 还是有时候会发生的金股债齐升呢? 应该很快就知道了 始终在环球主权债息也在下跌的同期 美国国债仍然是相对便宜的 你想想它这10年仍然是1.74 也算是不错的 昨晚也大概提过 整个大场的计划 包括大场金、银沽这些计划 也建议在这个可能 使得支持股市再向上的有利因素停止 即是我的息口不会再减 我们这两万要看清楚情况 会不会这个息口继续向下 到底是避险还是其他的情况 那我们才可以再作出一个决定 看到股市这样再回来 反而金的走势就能更加确定 昨晚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在 1481那里买 因为我们85以下已经可以买了 另外GDX也曾经去过 有继续去过26.8以下 那些也幸好很多 因为后来已经升了 公布了业绩之后 公布了减息决定之后 大场沽如果成立的时候 这些避险的金、银 才会有机会再涨 银金已经回升到近10天平均线 跟上星期五的夹升 我觉得是错的 金有点不同 因为他再试下 然后再这样抽上去的时候 黄金他试了 昨天差不多只能试到保底 那样再上去的时候 现在这样就健康很多 而是基于债息向下 基本上我告诉大家 贵金属是有支持的 不是一定会涨 但这是一个 不要说是必备要素 是比较有利的要素 这也要再看 最后给大家看恐慌情绪指数 开始看到一条阳烛 看看能不能过到10天平均线 大概现在在13点 这是指数来的不是期货 所以这些也能看得到的 到了真正上升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股票指数可能已经开始下跌了 大家继续跟进 大家有什么问题简短发问我 尽量作答 记得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多谢大家的时间 拜拜